上班的時間 就真的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全神貫注 非常非常的老力非常的超 那那個所以科技人的挑戰就是 上班常常要想一些新東西 有時候真的想得出來 因為就在位置上就是已經 就是整個環境不對 最重要就是說 在科技圈裡面要不斷有創意 你如果每天在辦公室 創意是不會源源不斷的來的 你一定要把手放空 那這個不只是可以 十年前這是我花蓮那塊地的房子 然後大家看這個小房子 能住嗎 答案是很難住 現在我在上面 十年前我就說這塊地 商工地我看很喜歡 就把這塊地買下來 然後戶口就簽到這個小房子 我現在戶口還是在這個小房子 那簽到那個房子要去戶 那個戶政事務所辦戶口的時候 他我就拿一個電費單 電費單上面有地址啊 什麼什麼春幾號 說奇怪咧 我們戶政事務所有沒有這個地址呢 他說你這個電費單是多久以前的 後來去查一下那個 這個小房子不要看齁 十年前去的時候 他說這個房子歷史已經有二十年 所以到現在加起來有三十年 然後三十年之前到現在啊 那個戶口地址有重貼一次 這個房子漏掉了 當時漏掉了 因為當時可能沒有人住 所以他就說找不到 找不到就有一個新的戶口 現在戶口拿去搬進去 所以我現在如果要投票 我都是用這個戶籍去投票 那好 所以有的人說張專政你真的住這個嗎 我覺得他是一個就是剛剛那個房子 後來在當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行政院長也是每天很煩 那個尤其去立法院以後的心情都不好 然後就很需要周末來調氣一下 那在當院長的時候啊 大家都知道要派人幫忙 看住地震以外 我院長任內的每一個禮拜天 都是早上第一班車 從台北到花林 然後在那邊忙一整天 所以我差不多傍晚 六七點就當火車分台北 這樣子 那但是當院長很不自由 因為旁邊也有好多水鬼 那個我原來說只去一天會夠 我那邊的事情忙不完 我就要去兩天 禮拜六去禮拜天回來 我說不敢了 為什麼不敢你知道嗎 因為我放了 前輩這個屋子我睡在裡面了 我睡這個裡面 禮拜六晚上睡在裡面了 他們隨乎外面半夜三個鐘頭 要輪班站綱 站綱 站在這邊實在有點恐怖 因為半夜十二會兒跑出來 而且站綱還 男的女的都有 他們反正排班 排到女生就是女生要站綱 然後三個鐘頭站一班 半夜十二點到早上三點站一班 三點鐘就聽到有人要放班 我想說這樣不能到 叫警官在這邊 三個鐘頭放班站一班 結果我為了我去那邊 禮拜六跟禮拜天兩天 隨乎要跟我去八個人 我覺得實在是不是辦法 所以我一次以後就不敢再去隔夜 我就只去當天來回 當天來回 隨乎就撿下來指針要試 就是這一張照片 那我在那邊割草 他們就嫌得很無聊啊 我對他們很不好意思 我說我去那邊 禮拜天早上幾乎是六點多 第一班火車 然後七早八早就去搭火車 又是六七點晚上回來 我想那些隨乎一定會覺得說 你拜天跟院長到花蓮去 當院長的隨乎 好累喔 結果沒想到他們每個人搶著要 因為他們覺得跟院長到花蓮去 很輕鬆 我在那邊割草 他們那邊閒著沒事做 在幹什麼 烤雞 這是黃昆平剛才講話的那個女士長 這是我的駕駛 然後這三位是警官 還有一個警官就是照相的人 所以你們想想看 院長在割草 他們在烤雞 這就是我當年院長的見識 他們也不吃烤雞 他們在山坡裡挖個洞 就那個燜地瓜有沒有 這大家小時候喜歡的 他們都在那邊玩 所以他們覺得 禮拜天陪院長到花蓮去 去隨故任務 可是好像是在交遊一樣 後來在排班的時候每個人都搶掉 這禮拜輪到誰要陪院長去花蓮 誰不任務 每個人都搶著 還抽籤 拜託拜託 我跟你們管 結果變成兩年好的 但是 我想就是說 我那個院長任念三個月 除了零二人 就畢生那一個禮拜關 每個禮拜都去 但是我那個山坡地看下去 所以 那個時候 這割草的狀態其實不標準 因為 也不能穿短袖 草會打到身上 然後那個 反正就懲伏不標準 就對了 所以有的人 以前有的人 蝸草會有意外 蝸草拔到什麼時候 都拔到眼睛 眼睛會受傷 應該會爛面長 那個時候 就不太會 反正就是這樣子 看一張 那香蕉跟澳洲茶樹 都有共同的特點 就是 都很軟 排風一樣 像這個樣子 所以 那個 已經兩年 台灣很好運氣 今年跟去年 台灣都沒有排風 但是幾年前 海風一登陸 我的香蕉就會變這樣 就是這樣子 那 然後怎麼辦 我要是真的農民 靠賣香蕉的話 會怎麼辦 餓死 餓死 不會餓死 不會餓死 那個 那個 我就看到紙喔 像幾年前啊 香蕉 花東的香蕉被 颱風吹倒 那 農委員就說 可以補助 就是 你只要拍這種照片 拍這種照片 然後你拿你的地的那個 所有權 說你的地有多大 一公頃 補貼三萬塊台幣 三萬塊台幣 這相較當然 不只三萬塊台幣 但是 聊勝利 我那個時候想說 我就應該去領補助 就拍這些照片 後來想說 拍這些相片準備要去領補助 後來想說 卸任的院長去領補助 好難怪 所以後來就 按住這個衝動 就沒有去領補助 就是照片留下來當作紀念 但是怎麼辦呢 後來 後來我覺得 原來那個地底 種的香蕉在山坡上 颱風一來 當然風很大 就吹倒了 我就在我這個地的一個 稍微 三凹 這是我地的一塊 這個地 比較低 那麼颱風吹的時候 風比較小 我就一顆一顆 把那些小香蕉挖成 到這邊去 到這邊去 然後呢 這邊就是我現在的香蕉 那塊地上面現在的香蕉 都集中在這個山坡裡面 風比較小 颱風來的時候 不會 不會被催倒 然後這些香蕉就很高興 所以 就是兩年前就 下定 痛苦 下定決心 把那些香蕉苗 一顆一顆 挖起來 移到這個地方 現在這裡 已經是 已經是那個 多次香蕉 那這個是兩個禮拜以前 兩個禮拜以前 我就上去 因為我最近的香蕉都擠了 所以這個 砍了兩串下來 然後 砍了兩串怎麼帶回台北 剛好有朋友去畫面看我 我就拜託他 他修旅車 我說你修旅車後面可不可以 我就把我 那一個禮拜 收成的香蕉 芭蕉 全部都裝進去 你看他 多少 很多 今年 今年是我買第十年一買的 第一次香蕉豐壽 大家 恭喜 謝謝 謝謝 謝謝